你看这段话,可以更快地习得里面的词汇 置身灯光环绕,面对摄像头和麦克风 说着流利的普通话 12月3号,美国小伙丛云又开始了新视频课程的录制 位于成都家中的工作室虽然只有六七平方米 但上至75岁老人,下至18岁高中生 全球各地七千余名汉语爱好者 通过网络学习到的丛云教学课程 都是在这间小房间持足而成 四年来,丛云经常要一个人在这里完成网络课程的制作 扇子,古书红茶,水墨化 丛云的家里,中国元素随处可见 丛云告诉记者,他很喜欢中国文化 尤其喜欢汉语和汉字 2014年,进入四川大学学习汉语时 丛云和同学曾采用多种方法来记忆汉字 几经摸索,他找到了适合外国人学习汉字的秘方 通过这种方法,丛云只花费两年时间 并通过了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中的最高级别考试 六级考试 汉语本身是一个很有趣的语言 但是我们的学习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 我们学习的速度比我们所有的同学们还要快得多 所以我们想分享给他们方法 可以让人很快就学会字 如果能学会字的话 那其实大家都会意识到 汉语是非常有逻辑的 从因众多学习方法中 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叫立体成像学习法 通过把汉字的声母、韵母、音调、偏旁部首、含义 分别对应成谐音或意义相关联的人物、场景、行为 我们的学习技巧是使用一个立体成像的足迹方法 因为在纸上的字是很难记住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每一个汉字的组成部分具体化 然后在我们想象里变成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 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记住 对于自己的秘方 从因毫不保留地分享给其他同学 但从此 他便开始了受人以鱼的生活 毕业前一周 从因通过提交创业计划书申请到了四川第一张创业签证 开始了创业之路 从创业初期的线下汉语教学 到后来的网络直播教学 再到现在的视频课程录播 他的受众已经遍布全世界 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为了更快解学习汉语 从因的团队还搜集各类报纸 杂志 图书 建立了有上千万个汉字的大数据库 每一个汉字都可以通过大数据 计算出这个汉字在生活中出现的高频词语 优先进行学习 从因说 目前他们已经完成了四千节教学课程的制作 团队也增至十人 他希望能打造一个全球所有时区的人 都能共同学习汉语的平台 让汉语不再是世界最难学的语言 普通话只有420个音节 差不多 如果你包括声调的话 那是一加二 但是跟英语相比 英语有一万六千个音节 学习英语的话 因为有那么多来源的语言 所以这个规则并不同意 很不明确 但是如果你学好字的话 汉语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的语言 很同意的语言 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学 我们最伟大的规划 就是让人类意识到汉语 并不是世界最难学的语言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席并不是世界最难学的语言 并不是世界最难学的语言 里面 会 library